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2005泳裝選美大賽開始囉 今天兩位呢 也算是要評分一下啦 因為以這個選美來講 還是要選出比較好的幾位 好不好 今天現在是出賽喔 2005年 春夏秋冬 就我們這一屆啦 懂嗎 第一屆妹妹選美大賽 歡迎第一組 有 有 這個是可愛風 整個粉色系的搭配 去哪裡啊 這邊啊 來來來 再一排 好 這是可愛風 他們穿的都是粉色系的 那從艾碧開始 向前一步自我介紹 謝謝 來一點 親音樂 親音樂喔 不要太沉重 大家好 我是艾碧 今年17歲 興趣逛街 然後專長是小喇叭 謝謝 走秀的部分 來 Let's go 艾碧平常喜歡逛街 但是要注意自己的遺態 老師也要提醒一下喔 好 那我可以先講嗎 剛剛犯了怎麼做 其實這整組啊 你們出來的時候 已經要覺得你們已經上台了 就是你們出來的時候 剛剛就是隨便走 然後有很多在遮肚子 遮哪裡 這個是不行的 所以連你們站在這邊 不應該這樣子 手應該是在旁邊 或是在後面 反正就是要很有自信 雖然每一個人 穿泳裝 走來走去 在別人面積都會怕 都會怕 可是你要假裝是沒事 你要假裝一副 就是只是在家裡走 只是非常的美麗 就是要假裝 所以剛剛它是讓你感受到很強烈的那種尷尬的感覺 就是沒有訓練過就是了 沒有自信 沒有自信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要站的 都是要梯子補的 就是一個腳要這樣 然後一個腳要插著它的中間 然後前面的腳可以放鬆一點點 然後又屁股翹 然後其實站這樣子其實會很累 可是就是要站這樣子才比較美 所以連你們的前面 走到前面擺姿勢 可能不要就隨便 因為你們都穿妖裝 所以你們也要記得 如果是真的在台上的話 你們是站得比較高 如果你這樣子腿一睜開 就是評審去看到什麼 可能會很尷尬 很尷尬 對 所以就是要 姿勢把腳步調一下 姿勢的時候也是 腿要是 扁起來了 然後走路的時候 膝蓋不能睜開 因為走路的時候 膝蓋幾乎要碰到 但千萬不要這樣 非常醜 這太醜了 對 趕緊把腳步調整一下 梯子步 梯子步 對 來 那接下來 小潔 自我介紹的時間 大家好 我叫小潔 今年14歲 我的興趣是 靠近一點 好 我的興趣是逛街 然後專長應該是魔術吧 好 請走一段美麗的台步 不要忘記你的腳步喔 來 挺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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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挺胸 然後手放鬆 挺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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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有點不確定的感覺 可是我的時候也是要倒紅的時候 我是評審如果坐在前面還是看著你 因為現在還有在計分啦 對 下一位 包黃花 優雅 好 站姿 我是大王花 然後今年17歲 然後興趣是唱歌還有跳舞 請 美美的喔 儀太 挺胸 自信 下一位 是鴨頭 我是鴨頭 今年17歲 身高165公分 體重45公斤 興趣是打工 謝謝 興趣是什麼 興趣是打工賺錢 很誠實 你為什麼會越走越這邊 你為什麼會往這邊走 其實她的上半身有那個穩穩的感覺 其實她的上半身有那個穩穩的感覺 只是走路要稍微練習一下 還要練對不對 對對對 可是上半身其實已經有一個比較穩的感覺 下一位 小沛 小沛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小沛 今年17歲 興趣是逛街 然後我專長是跳舞 小沛 請 注意喔 一代 這什麼步伐 這什麼步伐 這步伐 這步伐 她這個步伐也是有點怪怪的 沒有 第一章是穿比較低 其實應該是算快平底的 沒有那個高跟 對 應該這種東西就是要穿高跟鞋 其實會比較好看 但她拉走路的關係 可是可能是因為鞋子的關係 我不知道 可是這種 就算你是穿了一個球鞋 一個高跟鞋 你還是要假裝沒事 然後很自然 然後非常的有自信 然後就是 就是要不然你不輕鬆的話 觀眾看你也不會輕鬆 他們會覺得 喔 有問題 對 反正都有在氣氛 對 誰能晉級呢 老師自有定奪 謝謝這五位 謝謝 現在就讓我們再回顧第一組 這五位走可愛甜美風格的妹妹們 精采的表現吧 而緊接著 又會有什麼風格的泳裝 將呈現給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呢 話不多說 咱們看下去就知道囉 接下來歡迎下一組 充滿海洋氣息的 是第一 藍色運動風 來 Amy 首先 對著麥克風 自我介紹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 我愛黑社會 美美選拔大賽 我的名字是Elle 今年15歲 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夜晚 再見國際的一邊 請走秀 優美的台步 手用 手放鬆喔 手 等一下這邊老師有問題 你手要放鬆一點 手不能這樣子 手不能這樣子 你手一定是要很自然很自在的 對 對對對 再走一次 來 GO 不要忘記你的笑容很重要喔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姚瑶 今年19歲 身高168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